現年45歲的珍浩輝一直被視為衛生署的明日致勝 在1997年已經有份參與追查禽流感工作 之後曾經去過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10宅 2003年沙士在香港爆發 珍浩輝就帶領團隊追查源頭 而在2007年梁柏妍轉職醫管局 珍浩輝就召任衛生防護中心總監一職 期間去處理過多宗重大傳染病事故 包括2008年流感爆發 在2009年人類珠流感爆發 以及為注射預防疫苗 為導致吉巴士症的個案解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